圣经三分钟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讲耶稣正言五十九 两三个人 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十九到二十节 耶稣说 我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 同心合一的求什么 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同心合一在原文这里的意思是 和谐的音乐 携奏交响曲的意思甚至 你们中间有两三个人 或者你们中间有两个人 不是指整个教会 是指教会当中的 有两三个人愿意聚在一起 愿意同心合一的在一起 其实就是很少的信徒 如果可以同心合一的 向上帝祷告 向上帝祈求 这是个背景 在我的理解当中 这个同心合一的求 指的就是两个人 祷告祈求 如同一个人一样 如同和学的乐章一样 就像一个交响乐一样 那么神就成全 但是在这里的重点不在于 是否这两个人 同心一意的祷告 就一定能够成就 因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事情不是上帝应许的 有些事情是 祷告的事情是违背上帝旨意的 有些事情我们祷告是忘求 上帝必然不听 对不对 因为你就算两个人 两千个人 两万个人在一起祷告 一再一致 二十万个人 两百万个人祷告 一致就像一个人的声音 也没有用 因为你是忘求就没有用 那么这里的关键是什么呢 这里的关键就是 耶稣强调的 就是说 团体性的祷告 信徒团体聚在一起的祷告 就像一个人一样 同心到一个程度 好像一个人祷告出来的 像邪奏音乐那样和谐 那么你就成功了 那么你这样的一个同心合一 那就是蒙上帝喜悦的 所以在这里你要知道吗 祷告若是要和学 你就要放下自己的意思 无论是两个人 无论是三个人 无论是十个人 无论是一百个人 一千个人 当我们要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 你首先必须放下自己的意思 当你放下自己的意思 一同去寻求天父的意思的时候 你知道 这就是凭着天父的旨意在求 这就不是妄求 而这样的祈求 我告诉你 怎么会不成功呢 一定成功的吧 所以耶稣说什么 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就我就在你们中间了 你知道这是对上一节的解释 因为什么 奉我的名聚会 它原文的意思就是说 被聚集在我的名下 被聚集在耶稣基督的名下 意思是讲什么 就这个聚会 不是由你自己发起 不是你自己的意愿开始 乃是圣灵感动下 放下个人的看法 个人的立场 个人的神学 单纯的归属到 连接在主的名下 那主就应许了什么 那里就有我同在 如果你放下自己的意愿 在主的里面去连接的话 耶稣就与我们同在了 这就是强调的 所谓的主的同在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 我必与你们同在 有他的同在 两三个人就够了 比你十万八万人 有用多了 对不对 可见什么 教会的原则 其实很简单 就是有上帝的同在 就是一切 可惜什么 可惜的是 今天我们看中的 不是这些东西 我们所看中的 都是外置的东西 我们有多少人聚会 我们的奉献是多少 我们增长多快 我常常也是这样 对不对 但神在这里就提醒我 我们有没有同心 我们教会里面 来自于四面八方 七十个不同的国家 当然华人就是从 五湖四海聚在一起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要团结一致 我们要内心 同心和意识 多么的难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 让上帝光照我们 那么作为教会 你知道吗 这就有神的同在 而哪有比神的同在 更重要的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